大家好 這一節我們要講一講 其實我們 大家也知道我們一直 直播一直會錄一些節目給大家的 即是即場做節目 這一節的話題就是想講一些中國的留學生 在海外的遭遇 上海封城 這個就飛回上海的航班 臨時就被取消 結果 滯留在機場的數百名中國留學生 滯留歐洲 他們在歐洲的機場發動抗爭 對準著歐洲的政府 安全 高富 我們要回國 我們愛中國 你們留難我們 當時那個外交部發言人 說中國是很民主的 絕對可以賣領導人的 即場告訴他 在美國可以罵特朗普 在中國仍然可以罵特朗普 很自由的 挺民主的 在歐洲可以罵歐洲 在中國大陸也可以罵歐洲 也是可以罵歐洲政府 也是可以罵歐洲政府 你說是不是一樣 他說得沒錯 在瑞士嘛 在瑞士嘛 蠻好啊 瑞士政府也是民主政府來的 又不會對你做些甚麼的 安全嘛 全部都是民主政府來的 你試試俄羅斯 你敢不敢抗議嗎 把你拖軍 俄羅斯他們可能會夠膽說 但是 他們說完才後悔 就是有一對蓄龍衝過來 但是他們會夠膽的 所以這節要分析一下他們 不過先說完整個新聞 先說完整個新聞 登機前夕 臨時被取消航班 為什麼呢 原來因為上海封城 中國留學生滯留各個機場的事件 傳出了很多單 幾百個中國留學生和華人 原定在本月的27、28日分別搭 由瑞士蘇寧世機場 以及德國法蘭克福機場出發 去上海 誰知道那些航班在登機前 突然宣佈取消 由於很多中國留學生和相關乘客的簽證已經過期 而且住宿方面已經被取消 住宿方面一定會取消 離開了 你是不是要退房呢 這是正常的 住在酒店嗎 你會有錢的嘛 去到瑞士 難道你會在納尼多縱門嗎 難道你去到瑞士的錢是借回來的嗎 當然不是啦 有很多錢才是瑞士的 所以 你們的 廣東美就想省了一元多好 沽寒就不要去瑞士啦 吃瑞士糖算吧 德國法蘭克福也一樣 沒有錢就不要去德國了 你去德國就是做五毛 德國就是做五毛 五勞布去做 五勞布 德國沒有了馬克 德國沒有了歐元 瑞士法郎 對港幣很大 說回他們因為 現在不能回到大陸 即時在機場抗議 被迫滯留 在機場裡功夫 我要回國 內地學生28日凌晨在微博上發文申訴 他原定27日乘搭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機 由蘇黎世飛抵上海浦東 登機前20分鐘就接到航班 無故取消的消息 迫使大量乘客 在中轉站機場大廳 這個男學生透露 這次航班是因為上海臨時 發通知 明天起需要封閉管理 其實就是上海的錯 關於這個瑞士甚麼事 只能夠在瑞士機場示威 他們也不能回到上海示威 回到上海也不會示威 因為航班取消在機場的大廳 其實內地被人取消航班 接著在機場抗爭 他們經常有的 早十年八年 內陸機經常被人取消 是經常在機場打空者 打地勤人員 影片流出的 經常見到打的 繼續讀的就是 內文也指 每一個乘客在登機前都要嚴格配合這個防疫措施 包括提前居家隔離 進行各項核酸檢測抗體 以獲得雙情雙馬 即是回到大陸的雙國雙情綠馬 很多乘客也有些行動不變的孕婦 有簽證 如期沒有辦法回到大陸的畢業生 有連邁的老人家帶著小朋友的母親等等 但是因為航班突然取消 被迫在機場大廳裏面打地勤過夜 期間因為擔心不慎感染 甚至30小時不敢脫下口罩進食 這些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三個字 活該死 你在外國也知道疫情其實不太嚴重了嘛 30小時不脫下口罩 你自己餓死自己 誰是你啊 你自己申請啊 在外國現在大家都知道沒有疫情了 瑞士你也可以挺肯定的 也是其中一個共存的地方 整個歐洲都是 整個歐洲都是陷入共存的狀態 其實說這些是浪費的 但飛機當然甚麼人都有 難道每個人都是海軍陸戰隊嗎 每個人都可以在夜間行動 30天沒有問題 當然不是啦 當然甚麼人都有啦 他們在說話根本不是瑞士獨有的問題 在任何一個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 上海的航班被取消 情況也是一樣的啦 不會因為你那是瑞士 就有所不同的 他們還在寫信 立即寫信 被瑞士領事館求救 資訊中國駐瑞士的大使館求救 另一個是同一班航班的網站在微博通報 乘客在當日 被取消後 共同簽名請願維權 以及致涵中國駐瑞士大使館 信件內容說 近八個由中國各地發出的華人華僑 付出大量努力從今次之後 卻因為一言之令 就留在蕭羅勢機場 甚麼是一言之令 你們是不是質疑我們的市委書記李強 是不是質疑我們的習近平偉大的接班人李強 這些人是壯犯的 要陰謀顛覆國家政權 即時出口氣 不是第一次啦 他們經常都陰謀顛覆國家政權 你們打算走嗎 沒機會呀 到時公安、武警綁你們回去 其實很簡單 你想回國很簡單 你即時在中國大使館門口打到習近平 即時有特工綁你回大陸 這個沒那麼厲害 那你告訴我 我想進來的 我想讓你們綁 是這樣的啊 外國領事館是這樣的啊 不過其實你 示威和求救他都不會幫到你 因為他在境外沒有法力 有時瑞士他不敢亂來的 瑞士很兇惡的嘛 又說要公佈你財產 又說要公佈李強的財產 我還要分析一下為甚麼這群人會有這樣的做法 求助我們要回國 他們主要都說要回國而已 沒有說要打到瑞士的 他們 回到上海就沒有得示威 在外國他們知道 舉牌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知道自己 可以行使示威權 所以他們永遠 只會對準外國政府 是一個慣性來的 對著中國政府就是半句都不敢出聲 只是乞求中國領事館協助 其實你們當時 應該乞求瑞士幫你們 第一 可能叫瑞士 你們可不可以提供免費的房間 其實可能是可以的啊 因為人家的政府可能會肯給的 或者不要說免費 或者提供優惠給你 或者總之給你一點好處 一句說實就給你一點好處 人道的政府通常都會協助你 如果有些航班 例如有些什麼事呢 航空公司會給錢出來 可能會租一些酒店給你住 可能會的 人家的錢是用來這麼用的嘛 獨裁政府 例如現在香港 全部都是用來貪污拿走的嘛 拿十幾億 昨天我才看到 有些人在說美國的戰機F22 F22要退役了 因為太貴了 F22是三四億美金一架的 有些人說是貴的 有些人說不是啦 香港隨便一條爛Q行人天橋也有十幾億 你可以買一部F22回來 不同三四億美金就餵到二十幾億 三四億啦 那你可以買半價F22啦 買F22就買F35B啦 比F22的 上次已經剛剛掉下海了 大家記不記得嗎 已經撈回來了 其實NQ9便宜一點 F35B出口的 F35B 周圍世界也有的 很多地方都有F35B的 香港也沒有需要買這些 香港才要的 直飛嘛 直飛嗎 不是啦 我們打算是NQ9而已 NQ9也便宜很多 MQ9 如果人家真的有刺針導彈 他們真的會被射下來 那也是 為甚麼他們一直都沒有事呢 就是因為恐怖分子不會有刺針 他們的武器那些矛盾 是真的會發揮矛盾的功能 俄羅斯打不到人家的飛機 因為矛盾也沒有 他其實也有類似刺針導彈的 但是是比較柔的 他有那個造型 他有那個外殼的造型 他沒有那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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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當然那些小粉紅在外國抗議是很兇狠的 但是面對他那個恥作用的中國政府 他們就不敢說的 只是哀求 另外一件又是學生 就是這個學生 中國的學生 入境澳洲的時候 竟然被揭發到他軍事訓練的照片 他已經被遷犯了 這個慘了 這個是遷犯了 如果他在上海來就更慘了 去到機場就不知怎麼辦 左右都走不了 不是啊 或者就在機場即時被打到隔壁 他說了 如果在公廁的時候 他們被發現的人確診就糟了 不准走 14天 怎麼算吧 有水喝 扭開水龍頭喝 另外一個 留學生 但是在澳洲 我可以告訴大家 所有在大陸讀中學的學生 其實都要被迫參加軍事訓練營 個個有份的 只是你是不是這麼講究 自己拍一張照片 如果你不拍照就沒事了 正如 這個大陸的讀書 所有人都要加入共青團 他們喜歡打卡 他們覺得很威風 他們覺得參加軍訓很威風 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Facebook 你也留意到 你那些藍絲的朋友 特別喜歡打卡 尤其是回到中國大陸 我看到有人上國情班也要打輪卡 有很多容海恩的照片 他們去到外國可能會被人遣返的 國情班就很明顯是共產黨了 你的Facebook有藍絲朋友 喜歡打這些卡 你就幫他留意吧 將來幫他做證 讓他來申請BNO 把他拒絕 可能會被人拒絕入境 或者取消BNO宣誓 趕他回香港 這位學生 去到拿行李的階段就被澳洲執法人員 折查盤問 扣留手機和行李 他的行李沒有違禁品 但手機裡面有大量他在中國大學期間的軍訓照片 引起當局注意 中國大學的軍訓是所謂的軍事訓練 隨後當局以隱瞞軍事訓練經歷為由 當場取消簽證 然後將他遣返 因為他有問你入境 他在不同國家可以問你 問你有沒有相關的 因為他有權拒絕你入境 他可能不記得了 原因就是他們怎麼會不記得呢 國內人是不會不記得那件事 他們只有被發現的時候說 哎呀我忘記了 他們其實從來是雜性來的 他們喜歡解釋那些東西 慣性說謊話 香港很多 國內下來被人拘捕 帶煙 帶酒 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然後他說 他說你一整盒都是煙 你告訴他 你說你不小心忘記了自己 怎麼會吃啊 全部是新的 不同的牌子 每一隻都吃 每一條煙都有 整盒都是的 都說你自己食就食粥了 不記得 信不信是不記得的啊 他們的理由會很可笑的 很搞笑的 北京方面會請求中國大學生在任何第一年會進行軍訓 這個標準是集體軍議軍事演習 和其他模擬演習 時間是介乎兩個星期 四個星期 以提供學生的政治覺悟 增強國防觀念 跟軍方沒有實際聯繫 這樣也說沒有聯繫 既然是Cosplay來的 你不要跟軍方去訓練 這樣也敢說跟軍方沒有聯繫 即是說 所有中國的學生都是潛在的間諜 是真的喔 說出來 所有的學生都要重新填一份文卷 有沒有參加軍事訓練 當然有啦 既然沒有的 全部都要驅逐出境 因為是隱瞞的嘛 每個人都有的嘛 問題就是 中國大陸跟官方相關的人 多到不能盡錄啊 以前呢 就是跟你做生意很開心 眼開眼閉 現在跟你拿正就發現 全部都跟官方有關的 每一件事都跟解放軍 跟共產黨有關 大陸是黨的天下來的 甚麼都跟共產黨有關的 你真是連喝一杯水都是共產黨的 每個都是黨員來的 你怎麼會想到銀行有黨委書記才行 你看匯豐有沒有黨委書記 這個是社會主義國家 機器真的是這樣 最不社會主義的部分就是那些人的金錢 錢就去了資本主義 錢就去了貪官那裏 你是斗領也沒有的 所以 你在西方世界 歐洲那些文明地方 就算你不是公民 你是難民也好 你是旅客 你真的求救 真的有人幫你 你不會餓死 你在中國大陸 你比崩子少 你就一定是會餓死的 所以現在 中國既然要跟西方 決裂的話 西方也要做足 我覺得 全世界的學生 全世界的學校 全世界的政府要重新審視中國的學生簽證 要給他一個問卷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有沒有參加軍事訓練 有沒有參加中國解放軍事訓練 沒錯 一定有的 有 之後你有沒有跟進其他東西 如果有的話 如果你自己坦白交代 就可能 讓你繼續留在這裏 如果沒有的話 即時可以驅逐出境 因為全部都隱瞞了 就是這樣 這節差不多了 我們先停一下